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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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志华深无分文 在石家庄市附近讹得直发婚 在路边哭泣 刚好被过路的靳如特别看见 靳就将韦志华带回家 韦志华的母亲说 靳如超的目的就是要韦志华做她的老婆 要不她也不会有那么好心了 跟着靳如超到了石家庄市的韦志华 还高兴了一阵子 但是时间一长 她就受不了 靳如超性情粗暴 动不动就会对她拳打脚踢 在两人相处的三个月时间里 靳如超暴打了韦志华多次 靳如超曾因强奸罪坐过牢 妻子与靳如超离了婚 出狱后 靳如超就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 有一次 靳如超叫韦志华到商店里面去偷洗发水 从没偷过东西的韦志华被店主发现 罚了160元钱 回到家后 韦志华遭到一阵暴打 靳如超好心的姐姐看见韦志华时常受尽的领辱 便偷偷告诉韦志华 他这个弟弟脾气太坏 要他找个机会逃走 并暗中资助了韦志华600元钱 韦志华逃离靳如超后 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做母亲的宫礼仙对女儿回来的日子记得特别清楚 但是 就是这次韦志华的不辞而别 给自己也给他人种下了祸根 王林琴是韦志华的初中同学 他读到了初中毕业 在凶煞案发生前 他曾见过靳如超一面 据他说 大约是在二月末 有一天 他正在姐姐家里帮忙做事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向他问路 打听韦志华的家 王林琴抬头一看 当即吓了一跳 面前的这个人怎么这么吓人 脸上坑坑洼洼 脑门贼亮 一脸凶象 当时靳如非常背着一个绿色的帆布包 手中还提着一个小包 王林琴当然知道为之花的家 但他背禁的恶笑吓住了 忙说自己不知道 靳如超因为耳聋 他是将要打听的东西写在手上的 王林琴对此印象特别深 最终靳如超还是找到了为之花的家 靳如超的到来 给为之花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 据为之花的母亲讲 靳如超一道 就明确提出要带为之花走 回使家装饰 背着靳如超 为之花对着妈妈公理心哭诉 说他再也不愿跟着靳如超回去 但是因为靳如超的爆裂 凶残 为之花的念头 根本不敢在靳面前有丝毫表现 也就假意答应下来 但是为之花私下对母亲说 我跟着他去 肯定是我吃亏 但是我不跟他去 又怕你们吃亏 公理解说 靳如超可能已经起了杀心 为之花走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为家被靳如超逼不过 就提出一种折中方案 只要靳如超拿出六千六百元钱 就让他带走为之花 公理解说 当初是为了逼靳如超 如果他不能拿出钱来 就别想带走人 靳如超说 自己来的时候 在县邮局存了五千五百元钱 三月八日 靳如超到马关县取了钱 拿出其中的三千元给公理贤 说只有这么多 公理贤一把将钱扔在了地上 第二天下午十四点左右 为之花和靳如超 因为回不回石家中的事 在厨房发生争执 恼羞成怒的靳如超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转身抽出挂在墙边的柴刀 砍死了为之花 据为之花家人看到的现场 为之花是被残杀在厨房门后的水缸边 头盖骨都被砍碎了 鲜血四溅 脑浆四溢 之后公理先进门时 还发现两块头盖骨 靳如超杀完人之后 将为之花从水缸边拖到了礼物 用塑料袋将为之花的头罩住 将它塞在了床下 并将自己的黑色西服脱下 扔在了床上 靳如超随后还不慌不忙地锁好了 为家的大门和厨房门 此处西公里先推测 离开了为家 但毕竟是杀人 靳如超匆忙中忘记了自己的部分行李 在走出好远之后 又返回为家去自己的行李 经当地公安鉴定 为之花死于十四点左右 发现为之花失身时已是十七点 为之花已死去多时 靳如超早已逃走 三月九日下午 延峰洞村的一些村民 还看见靳如超离开的 但是没有想到他杀了人 当天 当地下着小雨 据为家的一些亲戚家 他们都在自家的屋里没有出去 公里先和老伴刚好去了亲戚家 仅剩为之花和靳如超在家 这些条件为靳如超作案提供了方便 公里先回家时 发现自己家的门都锁着 还以为女儿是出去玩去了 就去不远处的为之花二哥家找 没有 慌了的公里先忙去找来老伴为朝寿 为之花的父亲为朝寿 从牛圈处爬进去 拿到了备用钥匙 门打开后 两个老人吓呆了 只见厨房里的水缸旁边一大堆血 房里的地上血迹斑斑 当电筒光照到为之花柱的床下时 发现怎么姑姑的床底下 有一双脚 大火一看 才发现是为之花 此时 他早已没有了声息 石家庄316特大爆炸案 杀死女友后 靳如超自知罪行严重 就决定孤注一掷 铤而走险 继续报复杀人 将所有对不起自己的人全部杀死 在这种牛圈心理的支配下 靳如超乘车回到了石家庄郊区 先从一位重庆朋友手中 购买了50枚雷管和30根导火索 又马上乘车北上 找到做炸药人王玉顺 并从王玉顺那儿购买了550斤的炸药 2001年3月15日上午 靳如超以拉货为名 租用了一辆大货车 将一藏在附近的550斤炸药全部装上车 整整十几带 而且带子上标有击死了三个字 当晚七点多 靳如超又以找人为名 到陆泉市北白沙村附近 将藏匿的庄有雷管 直免导火索的包裹取出 后直奔石家庄 3月16日凌晨 靳如超先是到建设北大街市建一公司宿舍一号楼 将预线放置在楼下的炸药 分放到三单元的二层和四层 靳如超前妻父母的居住地 接着靳如超又相继来到电大街时 五金公司宿舍门口西侧 民进街12号远胡同口的东南角 建设北大街市建公司宿舍一号楼旁等地 各分放了最少一袋炸药 此后 靳如超返回了前太宝村附近的空房处 将剩余的五代炸药分放到棉三宿舍19号楼东侧 15号楼西侧 此处住着靳如超的父亲和继母 当日凌晨四时许 靳如超将16号楼 靳如超的居住地和15号楼的导火索依次点燃 靳如超从棉三宿舍南门逃出后 马不停蹄地赶往之前 分放好炸药的各居民楼 依次点燃了所有楼层的导火索后 迅速逃离现场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 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 石家庄市长安区玉彩间棉坊三厂宿舍15楼西侧墙体被炸塌 但是无人远伤亡 随后 与其相邻的16号楼发生爆炸 楼房整体倒塌 造成93人死亡 12人受伤 紧接着 长安区建 是大街东侧的事件一公司宿舍1号楼发生爆炸 造成5人死亡 20人受伤 随后 新华区电大街13号的市武金公司宿舍楼发生爆 造成10人死亡 6人受伤 石家庄特大爆炸案 造成108人死亡 38人受伤 案发后 引起了国务领导的关注 并要求公安机关调动一切力量 采取一切手段 想尽一切办法 不惜一切代价 权力抢救受害群众 同时迅速侦破此案 通过群众提供的重要线索和现场调查分析 警方确定了凶手就是靳如超 随后立即对靳如超发布了全国通缉令 作案后 靳如超乘坐长途汽车开始逃窜 京郑州 洛河 武汉 衡阳 玉林等地辗转来到了北海市 结果第二天就被北海市公安局勤火 随后被押回石家庄 经审讯 靳如超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他大言不惨地说 是我搞的爆炸 我早就想炸死他们了 2001年4月17日 靳如超被判处死刑 案发后 正在石家庄北郊监狱服刑的靳如超的弟弟 毫不犹豫地说 错不了 准是我哥干的 我哥心很手黑 我俩以前也制造过炸药 他有这方面的技术 另外 他报复新特强 谁得罪了他 他准会报复谁 从孤独到猜忌 到仇恨与报复 再到残忍与狡猾 靳如超思想演变的人生轨迹 让人深思 今天的讲序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订阅 感恩祝福大家 感恩祝福大家 赞订阅 注尽 咬 你 冚 洁 糊